感到走路像踩火炭盆一样 后来又发展到什么程度 这个骨头像锁锁钻锁的这个感觉 疼得一样不能回觉了 咦 想想这个画面 我的脚都有点疼了 其实刚开始王大爷的脚只是有点发麻 走一段路就得休息一会儿 慢慢的是从脚底到腿一起麻 就算不停的活动也很难缓解 后来才发展到像钻锁一样疼 家里人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是糖尿病导致的 小编有个疑问 这脚麻咋跟糖尿病扯上关系了呢 这个麻木来讲的话 是糖尿病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冰发症 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呢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双下肢 尤其是从远端开始 从脚然后开始 那么引起一个双侧对称的 然后一个是麻木 那么这是一个感觉障碍 而且呢 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的话 它这个双下肢的麻木 它会给你形容得很清楚 说是像虫爬一样 或者是像这个蚂蚁在走一样 那么甚至呢 有人说 这个有一种锁热性的疼痛 或者是那种跟针刺一样的疼痛 那么每人感觉都不是很一样 那么这个感觉障碍 如果你要是不去关注它的话 晚期的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那像正常的麻木 跟病变引起的麻木相比的话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这个呢 一般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受压 或者是神经受压 然后造成的 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原因 我这个胳膊肘不经意之间 撞着这个桌子角了 然后引起了我这个上肢的一个麻木 如果要是一种姿势不良造成的 是我们通过那种姿势的改变 那么就很快就能够改善的 如果要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麻木 而且呢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 在这样来讲的话 尤其是老年人 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了 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性的 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改变 先压住 我们月字幕真正egen 全部都 UN如果 又不是 整